大家好我是三少 早在导吃区动画区各方代表就反复强调 这个一月新翻季是各路续作超人神仙打下的狂巢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哪个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发挥稳定表现完美 只要把这个货踢了再展示 本月简直就是业界续作之剑呢 什么梦幻导有第二集 不可能肯定是慢的啦小英 而这群顶级三赛选手里 有一部动画不仅延续了上一季的稳定制作 更是接连储力大爆发给我们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意外之气 那就是在下的本命作文 阿易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第二几下 目前刚刚播出过半 但白胡射以令人敬佩的热情和努力证明了 只要不外包白胡射从来不会令人失望 所以我敢单方面宣布 从现在开始可以放心大胆直接开锤 配乐剧情范围角色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 这样的话我们不如聊了这一季至今为止 在剧情质量之外 三个可以被称为神回的点 不是说这部分能奉神 而是对一路追过来的粉丝观众而言 这三点简直就是神级的大惊喜 没错这就是一个阿易零粉丝性的视频 废话到此为止 第一个神回各位应该都猜不到 当然是小艾米利亚了 想当年我第一次了解到白胡射 还是从一部超硬核的反 它的名字叫《命运时之门》 第二部就更要了起命了 叫《展翅红之统》 那可真是造了念了 你说说我这第一印象能轻松起来吗 这阿易零也是各种黑山山元素层出不穷 导致我几乎都快忘了这家公司 其实非常擅长做猛吞反 在这方面比起业界权威的动画功夫 也差不了几分功力 这两集白胡射 基本就是把点兔拿一套章法 完完整整地搬了过来 结果竟然该死的真相 小艾米利亚简直Q到让人窒息 这肉嘟嘟的小脸 搭配礼仪心解锁的罗莉成仙 他们简直就是猛男猎杀者 这作图突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动物 我看小说时也没觉得这段有什么特殊 等到从文字变成动画 画面和声音的演绎 打成一套组合拳 这杀伤历史真地恐怖 直接从武道弄墙升级成大一万 有事没事妒忌胖天师的小脸 给你一发无视防御的心灵暴击 或者有意无意的 用最卡哇伊的动作 说出最二次元的单词 OK 我死了 还暗响 请务必不要打扰我 这个可爱到要让人血条消失的小萝莉 真的是意外之戏 完美调和了这段永长的剧情 和灰色基调的展开 我以为阿烟能的硬核都 让白胡射避开了 它方文式的传统异能 事实证明 是我大意了 啥传统异能呢 就是能让一个一米八的猛男 在床上扭的像条活去 这第二个神回 就必须要给到两人的定情异问了 看这一段时我也没啥别的感受 也就一句话 你把你俩结婚证给我交了 什么 你问我不是雷姆党吗 你要搞清楚 雷姆党和隔壁可爱党是不一样的 是我喜欢雷姆 而不是我喜欢486和雷姆 也就是说雷姆可以是486老爸 但归根结底还是我老爸 错错错错错 开玩笑的开玩笑 所以你会在这段见到 久违的弹幕大爆炸之处 我相信很多观众会有和我一样的观感 就是那种自家闺女终于嫁人了 自家的婚小子终于学会拱白菜了 得老父亲是雷姆干 尤其这还是两个特别擅长 自我拉扯的小年情 能让咱观众看到这么对近的一幕 我真是要直呼天年等一回 对于阿耶零的感情线来说 这段对话的分量 基本可以等同于雷姆告白 以后绝对要成为艾米莉亚党的 纸壳饰品 此时有几个给双方眼不特意的镜头 更是用心满满 从一开始486的眼睛里 就有切只有艾米莉亚 但艾米莉亚的眼中却没有486 只有无助和迷茫 对于她来说 这个屡次打破约定的男人 完全违背她所坚持的信条 后面也解释了 为什么艾米莉亚会把约定看得重如磐石 就这样的心理下 她还是选择接受了486的爱意 哪怕这个稳在她心目中 比对方预期的意义重大100倍 这他妈不是糖还是什么 最后艾米莉亚眼中终于有了486的身影 代表两人之间的感情线 终于有了里程碑式的进步 艾米莉亚的转变更是歧视一损 说是一飞冲天也不为过 这句话说出来可能会挨女权打 但事实就是 这背后有男人站的女人 她说话确实是硬气 你说是吧 艾米莉亚 当场把人家甩来 还跑到人坟头克星输 你可真是个活杂总 多纳也是惨中惨 憋了一肚子气 等正主来的想着口嗨两句 结果没想到天然克服黑 有力没出使 完了人家随便说两句 就能把你从多纳查 活活气成阿帕查 强域女士表示 我还太难了 你听艾米莉亚的发言 好像人畜无害 但在多拿耳朵里 可能是这样的 不会吧 不会吧 你这就挤了 你再骂呀 你再骂486喜欢 但还是老娘 粉豆显出看的爽不爽 不爽 再给你先变两句 哦 我忘了 某人变了一千四个 我还让人甩了 哈哈哈哈 第三个神回 我认为应当给到 一项动画内容之外的元素 时长 日本动画业界的行规 是TV一集30分钟 24分钟正片 6分钟广告 前中后各有一段 和国产电视剧一个风格 你经常看到的 这种连续过场镜头 其实就是在插播广告 但本季R10 平均每集市场 是在28分半以上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白胡射 要额外套钱 把这几分钟广告买下来 才能保证动画正常放松 你要知道 这部分时长 完全可以放进蓝光碟里 当骗购福利 但白胡射就选择 把所有内容都放到 免费放映的TV上 自掏腰包 请观众来看 这可以但没必要的几分钟 这是什么行为 我仔细看了半宿 才从凤里看出来 通篇写着五个大字 全他妈是处理 更别说多这四五分钟 要增加多少画室的工作量 以及从上一季确立的 OPED不兼容定律 最近他们甚至嗨上头了 连SP都不放过了 啥叫SP Special 映像特点 就是个正片无关的小动画 你这直接打破行业定律 是真的不讲五对 每次三分钟的小剧场 都能塞一堆关键信息 顺便挖坑无数 当然也不是说 前几天掌握SP就不好 IG做大会的小等剧 差点没给我笑裂了 以后建议加大力度 但这制作组明显一副 我不管 我就是要塞剧情 都给老子看 的神奇态度 别人抽烟喝酒烫头上瘾 他们可能是做动画 做到无法自拔了 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白胡射牛逼就对了 虽然春一番前半段 白鸽正流节奏飞起 显得好像没得R10傻事 不过等到新番完结期 就必定是他再次一鸣近人之时 可以预见的是 马上无论雷姆党 艾米党 投帝党 还是邪教地龙党 时候一到 通通得划出一部分人 当场转职技术大使 多的就不能说了 总之请动画党和原作党 共同期待 那么这期说不上是 慢屏的慢屏就到这里 今天三少五 R10储的身份 依然如战橘子的 最后十秒一样直流 那这是完全不给你们开玩笑 请大家多多点赞吧 点赞过五千 等完结 我就全力出一期完结吹爆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